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出版的养娃问题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很长时间一周 缺光 竹子缺光 臭包 缺光了别的没啥 然后这个盆土 你里边那个土黏糊糊的有点欧根 不是说你这个 一周浇一只水不见干不浇这那的 它缺光了以后它通风又差 明白了吧 就水达缺光通风差嘛 我也是不干不浇啊 问题是你那个土 散水慢明白吗 它透气性差 你用缺光它就会这样 下个周伯说蓝莓突然这样了 想问一下还有救吗 这是严重很严重的黄化病 一般这种呢就是根部啊得一些个病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盆土 就是你种的那块的那个土碱性高 才会导致这个问题 这个你要想救的话 只能挖出来重新种盆 下个周伯说这啥情况怎么不救啊 这是晒过头出现的胶边啊 这个盆子小啊 干过头就这个样子了 现在怎么救 现在能救的话也是修剪洗根换土啊 你怎么不换盆呢花友 换盆跟换土是两个概念 换盆是换个大点的盆 加点土 下个周伯说老花姨你好 有一颗梅花叶子干了 能帮我救救吗 你得给光照啊花友啊 梅花是洗光的 是这道理吧 你一点光照没有咋个行啊 还有一个你是不是看了我视频之后 把表面的土才挖出来的 从梅花开花那一天开始就要给光照 就要给光照 你这个也是水大缺光通风差 没有光照它活得没意思 明白了吗 给我大舅子娶个老婆 没钱花没饭吃没意思 时间长了老婆嘎了 他问我咋嘎的 你是咋嘎的 你老爷们你不好好挣钱 不好好改善这些东西 是这个道理吧 水大缺光通风差 同样的道理 还缺肥 下个周伯说这个幸福住 这段时间突然干枯了 上面下边还绿油油呢 它不是突然 这也是这个叫什么 冰冻三尺非胰子之寒 你这连点肥料都没用 用泥土的可以用 完全OK 但是你用点这个粪肥是比较哇塞的 你要买不着的话 老婆爷也有推荐的一些个 对吧 你可以找我啊 下面这个黄你给它剪了就完了呗 下面的黄你不用管 它上面的好就行了 适当的给一丢丢光照 不用太强 你可以修剪的 你不想让它长那么高 也可以打顶 明白了吗 臭包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啊 下面那种叶子又不好看 你给它剪了就行了 缺肥 别的没事 好了 今天有问题就到这绝不说 就点个赞 其他有问题的视频要留言 我只能画一 有没有最难一 来了臭包 嗨 嘿嘿 嘿嘿